如果說我把它還原到最剛開始的好了 我用這一張啦 用這一張好了 你要縮小從哪裡 有一個縮放有沒有 縮放旋轉 旋轉這邊都可以按一下 它預設是等比例的 預設是等比例 所以您只要做一邊就好 假設您覺得我放在網頁上要多大比較好 重點來了 網頁上應該放多大比較好 當然可能要看網路上留的位置 不過一般來說 我大部分會比較建議就是說 網頁上你要用大概就用在500 到寬度大概800中間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螢幕通常現在解析度是多少 是不是1024 那500到800就大概在這個範圍 而且這樣的大小 大概在1-200K左右 算是比較快下載的 比較快下載的 所以你看如果我用500 我用800好了 因為這個旁邊有邊框 好 縮放 好的 我把它另存下來 您可以估算一下它的大小 有沒有100多K 是不是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當然這個品質你可以如果要調高一點 檔案就再大一點點 再大一點點 不過至少這樣是OK的 那您注意一下 如果您沒有特別移除你的數位照片的這種ESRF資訊 它就會帶著走 雖然你有縮小 可是它還會帶著走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這個照片什麼時候拍什麼牌子的 那些資訊都會在 資訊都會在 所以這個地方老師有沒有問題 沒有對不對 就是從這邊 從這邊 另外一個也是比較基本的就是裁切的問題 裁切的問題 您看我這邊 好 如果今天只想要這一塊 其實您可以用裁切的功能 這個蠻重要的齁 裁切的 我找另外一張好了 因為這一張比較不是那麼適合 我找另外一張 好 好 我找這一張 找我女兒的 啊 又來了 老師有沒有發現我拍的歪歪的 這歪一邊嘛 欸 這個時候裁切就可以拿來用 然後把他點 點一下 你有發現 他有給我們一個 好像那個九宮格有沒有 其實我們拍照的時候 一般我們這個 拍的時候 大多數的人都是把那個 人臉就對在這裡有沒有 哈哈 其實這個 因為相機也是這樣教我們的啊 他裡面就那個十字啊 可是事實上這樣拍出來的 就是整體的構圖會比較差啦 就我們講的那個拍攝的構圖 事實上你如果真的要拍 構圖在哪裡比較好 在這四個角落 有沒有 欸 在這四角會比較好 所以 您可以利用裁切的方式 因為現在 檔案就是那個 像素都很高 你用裁切的方式把它怎樣 調小 調到比較適合的 你再來看 你會發現 欸 感覺真的不一樣 感覺真的不一樣 那如果這樣我把它確定囉 你比較看看 有沒有差 有差 有差齁 所以 你在做後製 事實上就是把這個稍微 因為我們拍的時候 有時候你沒有那個時間嘛 那時候 欠了回來再處理一下 欸那這樣你主題是不是就很清楚 對不對 主題就很清楚 會比這樣 是拍在中間沒有錯 但是這樣 就覺得好像比較雜亂一點 主題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裁切這個工具 事實上對大家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個 給各位老師做一個參考 一個就是縮放 一個就是這個裁切 旋轉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不講 那 最後 省錢的方法 這個還是要講 哈哈哈哈 Photocab其實也有啦 那沒有關係 我就先講這一個 省錢方式大作戰 反正現在什麼都漲嘛 我們就知道有一種沒有漲而已 哈哈哈哈 好 那我還是用我女兒這一張好了 這個裁切要先裁切好 當然你不裁切也可以啦 只是我比較喜歡先 像剛剛那樣先裁切好 甚至我可以只有對在臉這邊 好 假設這是OK的 嗯 好 在哪裡呢 在工具裡面 有沒有一個證件照片 這個證件照片 那這裡 有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一次洗兩張 好 比如說你跟你老婆啦 或跟同事啊 一人一半感情比較不會痠 對吧 對啊 因為也許你一次沒用那麼多張啊 嘿那 另外一種是一次用 一個人的 好像我這樣一個人八張 都好 我先用比較簡單的 他有個簡易模式 在這裡 有沒有 這裡可以按 好 我們按一下 有沒有 這就剩一張的 首先第一個動作 你要告訴他一件事情 你要說什麼尺寸的 我們大部分都洗四乘六 兩吋的 那就可以用八張 沒錯吧 兩吋的 好 點一下 然後就按確定 確定的時候 他會先問你 你要怎麼裁切 因為這個 比例還是一樣 是4比3 就我們證件照 那比例是4比3 看你是要用橫的還是直的 如果我是橫的 我把它這樣切換一下 這樣就對在中間 我把它變直的好了 好 假設這樣子 把它按確定 阿錯了 餒 對啊 因為他中間會有 顯示那個隔線有沒有 就切開的這個線 因為學校應該都有那個柴刀 會用那個比較好切 就比較整齊 比較整齊 所以您只要把它另存出來 另存出來 拿去用就好了 這樣簡單 阿然後 如果您覺得想要多做練習的 趕快那個辦公室同事收拾 我當地做做就好了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還可以用批示的啦 可以用批示的 不過我想 就算你一次做一個 也不會花很多時間嘛 對啊對啊 所以我就不用批示的 我們就用這樣方式 就可以很快的把這個部分做完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老師